三句话让对方为我当狗直到下辈子 女人的性感成为了男人的弱点 从想要拥有它 到想要被它拥有的过渡 女性也会反过来 深陷于这个魔男所散发的魅力之中 想当她的狗吗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每天都想成为坏女人 如果当不了做狗也可以的实验品 随着动画的播出 马奇马小姐在炼剧人荧幕上的活跃 让纯动画党心跳不止 漫画党心计停止 坏女人 我想当马奇马小姐的狗 等知名炼剧梗更是层出不穷 其实像这样的角色设定 放在漫画、电影、小说 各种文艺创作中都不算少见 他们往往以一种难以捉摸又无从定义 亦正亦邪的形象出现在故事中 游刃有余的支配玩弄其他角色 创造他们想要的结果 更厉害的是 他们身上似乎有某种魅力 可以穿透荧幕直击观众 我们会忘记他是骗子、小偷或杀人犯 纯粹的罪倒在他们的芬芳之下 所以今天的影片将结合我自己 对于女性角色的观察 分析一下动画中坏女人们的魅力 究竟从何而来 又为什么可以让观众无条件 纷纷表示不做人想当狗 今天就到这里免费分享给大家 让你不分年龄不论性别一堂课教会你 三句话让对方为我当狗 直到下辈子 废话太多进入正题 坏女人守则第一条 自信 这份气质通常也和他们自身的能力高度相关 灵活的身躯、俐落的手段 都是他们自信的本钱 而其中还有一项非常酷的能力标准 就是技巧的使用性感 包括获取讯息隐身潜伏 当他们使用这种能力时 我知道大家在想什么 但注意 这是他的武器哦 我们当然很难否认 在这其中是否有男性凝视的成分 但这样的剧情 往往也会让被诱惑的男人陷入危险之中 所以以其说 美色是一个优点 更应该说这才是最坏的地方 女人的性感成为了男人的弱点 就是这个武器不仅杀伤力惊人 她还很会用 这就是危险了 而在360行中 最能展示上述能力的 大概有特务、间谍、赏金猎人这样的身份 当然也包括领导阶级这样的女王或 部门总管 对 自信不仅让他们非常确定 自己现在所做的事 他们眼中只有自己锁定的目标 完全不在意别人死活跟代价 虽然本频道不鼓励这种行为 但真的有点帅哦 毋庸置疑这样做会让他们在善恶道德的边界游走 但同时也让角色的立体度飙升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过去发生了什么 因此坏女人们也往往有一条精彩且独立的故事线 填充角色的血肉让她免于免洗反派或不重要配角的命运 伴随自行而来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就是野心 不是一上来就把老男要统治世界写在脸上 取而代之的是游刃有余的忧郁和神秘 他们潜心等待最佳时机 精准出手后一网打尽 所以这类角色同时也具备机灵 谋略有大局观这样的性格 她真正想要的东西也往往是在剧情末尾 才会展示在观众或主角面前 也只有到这个时候 我们才能醍醐灌顶的发出 哦难怪她那个时候要那样那样了 惊人的野心搭配上生存的谋略 这个充其量只能让人变成团队战时的军师角色 这种时候就要加一点我们前面切好被料的行动力 演出必行让怀疑的人乖乖闭嘴 同等的转换到领导者的身份上 不一定要亲自动手了嘛 那就一定有着令周围人蛰伏的领袖魅力 说真的有着明确的目标 可靠的自信效率的行动力 谁不想跟上这种老板啊 是吧 可能会有人好奇 诶权力这项前面不是讲过了吗 我这里提出的这个权力适用于观众 也就是对我们施加的权力 如果说其他角色是因为剧情 而不得不听从坏女人的指引 那观众呢 他们是凭什么吸引观众的 这也就可以稍微聊到在画面上的呈现 也就是您是 这是一种权力的分配机制 而使用的对象不多不少 却刚刚好也包含了荧幕前的你 相信大家也能感觉得到 一些动画片段也会加强这个瞬间的表现力 像是马奇马小姐就有很多这样的镜头 可以说是一种很接近第四道强的叙事技巧 而这种形式会巧妙的改变读者和角色之间的关系 从想要拥有它到想要被它拥有的过度就完成了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抢教当狗的重要秘密 刚才讲太多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点危险的感觉 搜搜 他独自凝视着无人知晓的黑暗 却不曾削减他的力量和意志 反而更确定自己将要前往的方向 即便与他人背道而驰也在所不惜 因为自信野心和权力这些特质 让他们在剧中收获了其他角色的尊敬 在剧外收获了读者观众的喜欢 他们得到了很多东西 就像他们失去的一样多 因为无法修复 所以只好夺取 直到他被填满溢出 再也装不下为止 其实得多亏动画这样的架空表达 才可以让我们在几乎不探究三观 不讨论对错的情况下 窥探这类暴走的角色 试探存在的可能性 在他们的身上结合了性感的魅力 反叛的野心 却又同时兼具主角的信念 行动的机敏 蛇蝎美人 坏女人 大反派 你还想把所有标签都贴上去的瞬间 却发现他们一个也不符合 坏女人这个统称实在是太单薄了 我愿将其称之为魔女 观众在看动画的同时 就好像顺便被他们吓咒了 知道她很坏很恐怖 但没办法我就爱 这种心态也只有魔法才能解释了对吧 好的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在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脑洞啊 这是我在找马奇马资料时发现的 我们保留所有客观条件 自信 能力 凝视 把角色性转 是不是也可以找到所谓的魔男呢 那么再更深入一点 如果今天我们把电磁性转 然后马奇马也是 类似于 嗯 怕奇怕 这样好了 那么这个电磁奖 也会对这个带有原始吸引力的怕奇怕 ドキドキ吗 女性也会反过来 深陷于这个魔男所散发的魅力之中 想当她的狗吗 这个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区 激情分享你的看法 大家一起讨论 说真的很像这种问题啊 真的 有思考的必要吗 我